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宋星辰声音微弱地提醒 小心眼里有毒 请他一提醒我才意识到 自己的皮肤有些发麻 也感到一阵头肿脚轻 两车猛烈相撞之后 周围一直弥漫着一股白烟 我们竟然没有料到 那会是毒瘾 宋星辰由于剧烈运动 吸入最多 所以最先察觉到异常 一阵癫狂的大笑从身后传来 正是那个女杀手 太阴险地说道 哼 这一次你们休想逃掉 黄小桃站起来朝他开墙 可却好像喝醉了一样 东倒西歪 子弹根本不知飞到哪儿去了 他扶着车身 此之剧烈打着白子 慢慢地跪在地上 麻痹的效果是越来越强烈 趁着手脚还能动 我迅速从怀里逃出一个一打盒子 从里面倒出三颗碧毁灯 我本来想先救身旁的王源潮 但至少算一个重要的战斗力 可是我迅速思考了一下 眼下所有人都被毒瘾麻痹 接下来只能任人鱼肉 这里地理位置偏僻 等待救援是不现实的 我们几乎等同与被判了死刑 任凭王源潮一个人是对付不了他们 而且我动作太大会被发现 最后谁也救不了 为了大家能够生还 我在这个节骨眼上必须自私一自 趁人不备 我飞快把毕毁灯拍进嘴里 最后将一打盒子收回怀中 这个动作被宋星辰看在眼里 我俩交换了一个 只可意会的眼神 麻痹烟的效力来得极快 不出半分钟 我们的身体就完全动弹不得 连手都抬不起来 站都站不起来 一个个瘫在地上 这里虽然位置偏僻 但也是在马路上 刚刚已经有几辆车经过了 和我撂想的一样 这帮杀手显然不会在此地行凶 女杀手做了一个手势说 先把人带走 这帮杀手纷纷跳出来 我数了一下 还活着的总共有十一个人 他们把我们提起来 我感觉身体像面条一样 只是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老姚不在这里 难道这小子还在王元潮的车上吗 可能这帮凶手都没有想到 这次我们多带了一个人 老姚这怂本性 决定她是不可能出来救场的 但这一点恰恰是对我们最有利的 老姚肯定会报警 对了 我想起来了 我手机上装有她的木马程序 我们被推进路旁 被他们架着胳膊 穿过一片空尾的卢尾地 这时路边有个司机停车 好奇地朝我们这边张网 孙宾欣用尽力气喊道 他们是坏人 快报警 女杀手一脚把孙宾欣踢到草丛里 冷冷地骂道 再喊 我就割了你的舌头 我义愤地吼道 别动他 放着我来 哦 还想英雄叫美 还是先顾你自己吧 女杀手一阵冷笑 孙宾欣被拽了起来 她的额头磕破了 血沿着鼻梁一直躺了下来 她用嘴形在说 不要管我 看着她被欺负 却帮不上忙 这种无力感 令我心中一阵刺痛 我下意识钻了一下拳头 我突然发现自己的手能动了 碧会丹正在发挥作用 我的身体正在逐渐恢复直觉 为了防止被看出来 我仍然装作浑身无力的样子 被他们架着走 我们穿过这片浩浩荡荡的卢尾地 来到一条小路上 一辆冷藏车 好像掐准时间式地开到这里 女杀手用尼龙扎带 从后面捆住我们每个人的手 然后拉开车厢 里面没有开冷气 慢着 女杀手做了一个手势 挨个搜出我们的手机 我心头一凉 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 黄小桃冷冷地说 一旦我们上了车 这就是绑架 而且是绑架执法人员 这是重罪 我劝你们赶紧收手吧 女杀手笑着扬起眉毛 黄小姐 你觉得这些能说服我们吗 黄小桃对其他杀手说 你们这是拿钱办事 他付你们多少钱 我可以付双倍 我父亲是南江市首富 黄运红 女杀手大笑 首富的儿子 黄大队长 好大排场啊 但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 只是个死人 黄小桃说这些废话的时候 不易察觉地朝我挤了一下眼睛 我突然意识到 他得给我争取时间 他是怎么知道我现在可以动的 或者他不知道 仅仅是相信我 趁两人对话的时候 我迅速从口袋把手机拿了出来 我双手是被反绑在背后的 以这个姿势从右侧 从兜里夹出手机 简直像杂耍一样 我心脏跳得很快 生怕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 那我们就全盘皆输了 但越是这种绝境 就越是要赌 不赌就是死 赌还有一线生机 我背过身 把手机搁在车厢里 用力朝里面一推 手机便滑了进去 这时候一个响亮声音传来 我抬头一看 黄小桃歪着脸 狼狈地拼着头发 嘴角躺下一缕鲜血 这一巴掌是女杀手打的 她冷冷地说 你们任何人再敢啰嗦一句 我就割了她的耳朵 女杀手回头看了我一眼 男人寻味地笑了一下 真乖 我在心中暗暗发誓 黄小桃挨的这一耳光 我一定要你加倍奉还 之后我们被一次扔到车上 一路上有两个杀手在看守我们 只要我们一说话就听我们 渐渐地大家都不敢发出声音 路途颠簸而漫长 也听不到外面的声音 让人十分心焦 孙斌心害怕地哭了起来 黄小桃小声安慰说 别怕 既然天下 我们不会有事的 行驶大约一个多小时 车厢门终于打开了 突然透进来的光线 让我们睁不开眼 我们被拽出来 这是一间废弃的重工业车间 顶棚千疮百孔地露下阳光 地上长满杂草 我们被扔在一个角落里 我用双手在地上摸索着 万幸 我身后有一块生锈的钢板 女杀手做了一个手势说 把那个男孩带走 其他人你们随便处置 做干净点 我心头一沉 没想到 他们会这么快动手 来的路上 两个看守我们的男杀手 就一直色眯眯地 瞧着孙冰心和黄小桃 头领此刻既然下令 他们便更加有恃无恐 大步上前 就在这之后 汪然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 女杀手上前踢了他一脚 喝道 死到临头 你笑什么 汪然 手脸笑容 冷冷地说 哼 白痴 你们真正要找的那个孩子 现在已经逃出了 南疆市了 购买阴间审探VIP版本 每天至少无期更新 尽快完结 在喜马拉雅 直接搜索阴间审探VIP 就可以找到购买 希望能支持一下正版故事 感谢你们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上的微信号 来咨询我 祝收听愉快